啊啊啊 對不起對不起 你走了不會看著點嗎 走 王總 不好意思啊 我剛剛沒看到你 沒事 你這是 啊 這個是我今天發的工資 工資 嗯 你一個保潔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工資 我不知道啊 這是主管發給我的 主管給你發的 嗯 你這樣 你這個錢呢 先交給我保管 等我把事情查清楚之後 我再還給你 一會兒 你來趟我辦公室 我對了小子 你去把那個洋主管 叫到幫你 好的王總 王總 洋主管來了 王總您找我呀 進來吧洋主管 哎 我問你啊 咱們公司那個保潔 李東梅 你給他發了多少個工資 6000呀 咱們公司保潔固定工資 就是6000 這工資條還是您簽字的呢 你確定發了6000嗎 確定呀 6000塊錢是固定工資 這工資 你給我 好好解釋一下 老闆 事情是這樣的 喂 媽 嗯 我這個月的工資 剛銷了房租 剩下的我等下全都打給你 我爸的病 一定得治 啊 我這個月的工資 剛銷了房租 剩下的我等下全都打給你 我爸的病 嗯 我我啊 我一做都挺好的呀 我在外面會好好照顧自己的 但是你 一定要保住身體 知道嗎 嗯 那什麼嘛 我現在還在上班的時間呢 我就先掛了啊 好 他家條件挺困難的 他爸得了慢性病 要長期服藥 還不能工作 這全家 都靠他一個人養活 他的事情呢 我是知道了 但這個錢 您還需要跟我解釋一下 我是看他需要幫助 直接給他錢 他肯定不要 所以 我就私下裡 從我工資裡面拿了一點 給他的工資 加了一點 你這是加了一點嗎 你這加了三倍的佈置嗎 你作為後勤部的主管 你知不知道 你擅自給員工提高工資代 生什麼情況 我 我搞 對不起 我錯了 你說什麼對不起 你有沒有錯 王總 這都是我的錯 這工資我不要了 該多少就是多少 您別怪養主管 作為公司的老闆 員工背著我 深刻做決定 這個是要激霸過的 既然要激霸 那就是我了 你讓我 王總 我錯了 這錢我真的不要了 我不要這錢了 您別怪養主管 別 王總王總 這事是我錯了 我認罰 我認罰 你啊 今天這個事情啊 我已經弄清楚了 你在公司的主管 能夠私自拿出這麼多錢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同事 而且這個幫助啊 還是不計回報的 你這種行為 我非常的美 我們公司有很多員工 都是來自五湖四 甚至有些員工呢 辞職回了老家 可能我們這輩子 都不會見到贏量 但是今天 通過這個事情 我發現你的人品 非常的不錯 公司裡啊 副總經理的位置還低 他既然要罰你 就罰你從明年來 正式入職 副總經理的位置 李東梅 我作為公司的老闆 這個公司的負責人 這十萬塊錢啊 是我代表 我們公司所有的員工 對你 和你爸爸的一些支持 你拿著吧 來快拿著 另外啊 今天我做一個決定 咱們公司呢 會成立一個應急款部門 這筆應急款呢 每個同事 在有困難的人 都可以動用這筆應急款 你們要記住 你們不僅僅是員工 而是我呢 也不僅僅是老闆 咱們這個公司 是你們母愛的 大家庭 謝謝老闆 懷孕了懷孕了 媽 這真正的肚子 太給力了 我才花了一分鐘 才花了三個了 哈哈哈哈 老公 他真是 你看不見嗎 他懷孕了 我終於要當爸爸了 媽 你要當奶奶了 哈哈哈哈 是嗎 來來來快坐快坐 來慢點慢點慢點 慢點 吃看 媽 我這懷孕呀 就是三胞胎 都是男孩 三個呀 他真是男孩 哎呦 我要當奶奶 哈哈哈哈 他亂來幹什麼 趕快把這個給我簽了 就是 我看了 一個女人 結婚八年了 連孩子都生不出來 要你有什麼用 就是啊大婶 你快抓緊把字簽了吧 我要是你呀 可不在這個家丟人現眼 行 我簽 小寶啊 你放心 我以後啊一定會對你和孩子好的 我也會對你好的老公 哈哈 終於簽好了 簽好了 就趕緊給我 小寶寶 不對啊 這房子是我買的 要走也是你們走 哈哈 你確定這房子是你買的 你呀 你個傻女人 這個房子 寫的可是我兒子的名字 你呀 進身出貨 我 求你這智商 還想跟我鬥 哈哈 真是把我這大門牙給他瞎掉了 哈哈哈哈 你 你呢 還有 我實話告訴你 我當初答應跟你結婚的 就是為了騙你們家 出錢買這個房子 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現在 一天天的都也不化 素面朝天 他一身的油煙味 你再看看人家香飽啊 浑身香噴噴的 要身材有身材 要相貌有相貌啊 最關鍵的是 你這個肚子一口氣能說是啥 你呢 你能死嗎你 我無貴 你一定會後悔的 表哥 表姑 你們 這又是何苦呢 我公司破產了 還欠了三十多個億 她發展那麼好 我不想拖累她 多好的兒媳婦啊 不對 才 最紅 的